大壮夫妇在城里摆摊卖水果 有天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打了电话 说自己最近谈了个女朋友,缺钱了 妮妮高兴地说 好好好,这回老妈把你的二维码挂一周 之前,每当儿子缺钱用的时候 妮妮就要去银行给儿子汇钱 现在流行扫二维码 妮妮就制作了一个牌子 正面是妮妮自己的二维码 反面是儿子的二维码 儿子缺钱用,就挂反面的 让他远程收费 一周后,儿子又打了电话 大壮在旁边听到 儿子竟向老妈问起了生意情况 大壮心里一惊,把电话抢了过来 你小子怎么就知道跟老妈交流谈心 咋不和老爸说几句呢 接着,父子俩开始交谈起来 等挂了电话,大壮借口上厕所 偷偷溜到一边 又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儿子 臭小子,你是不是发现这回的钱少了 儿子疑惑地问 是啊,爸 咱家一天的收入差不多是三百块左右 可这回你们给我挂了七天 我只收到一千多块钱 不是声音上出了问题吧 大壮压低声音说道 儿啊,你知道你妈管钱管得紧 以前大家都用现金时 我还能偷偷从柜台摸出一两百块钱来 可现在顾客都扫二维码了 我是一分钱也搞不出来了 前几天我手痒想冲麻将了 就做了张我自己的二维码 偷偷挂了两天 炸完 蜃这发音 ili 快